做各种的工作 那你要不要谈一下 其实你们的资助人 本来就有很多的知名的人 企业家什么都有 只是他们不太露脸 那你要不要跟我们谈一下 就是总统跟夫人 是不是还没有当总统之前 就已经是你们的资助人 对 就十年前了 差不多十一年了 那他任养的 总统任养的这个非洲的 斯瓦基兰的那个女孩子 已经都要考大学了 都已经高中了 对 已经他从小学生开始任养 所以他都很熟了 常常写信嘛 所以很熟了 所以他们就是 很早就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为什么夫人会这么 关心跟参与掌握会的活动 我觉得 好像上次你也跟总统夫人 一起去出访 对 我们都叫他美清姐 那他在 就是 就是其实也算是一个缘分嘛 因为 马总统他是很早很早以前 他们就一起资助国内 就是国内外的孩子 花莲啊 现在八个嘛 八个 那所以 后来就是当 他当选总统之后 那我想夫人他当然 参与公益是一个 该做的事情 但是要怎么做 那他就有一个理念 他觉得说 他不要 一下子好像一群媒体来在这边 好像访问啊什么什么 好像是为了 作秀 作秀一样 他说绝对不要这样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跟他有一个默契 我就说我们都不要 我们就是 一开始我们也都 也不发稿 我们就做嘛 因为实际上做比较重要 因为他们过去就是这样做的 所以他希望能够延续这样 但是后来当然他也体验到就是 这个东西要让 要让社会知道 让更多人愿意参与 愿意参与 这是他的一个一份的责任嘛 所以当然也就 不排斥媒体的一些拍摄啦等等 可是他还是坚持 他就个人不要 他不要接受访问 他还是不接受访问 他就愿意去跟孩子在一起 他就是去帮助孩子 所以他现在变成 他现在说故事很厉害啦 对啊 他很会说故事 他现在很会说故事 对对对 他很会说故事 很会做导览 很会 然后他很会陪孩子玩游戏 他对孩子了解 他也会管孩子哦 他也会管 对对对对 他妈妈嘛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们很感恩啦 因为就是大家都愿意 不是说掌会 是看到 就是有这么多人 看到有需要的时候 觉得自己有份责任 那你跟夫人相处 这段时间 你对他了解 是怎么样 呃 就他们都很低调嘛 第一个 好 很低调 很谦卑啦 就是都觉得说 呃能做什么 他们就做 就这样 然后 呃 我觉得第二个就是很务实 很务实 比如说他们对每个孩子的状况 他会主动的问 嘿 他不是说 只是说 我有任养孩子啊 我有资助孩子啊 我有帮助人 这样就好了 不是 他主动会去问 他会实际上去关怀 他说 他却不会 而且他很熟耶 他对每个任养的孩子 他都很熟很熟 他那个孩子的点点滴滴 最近怎么样了 就是很认真的在执行 因为那些孩子会写信给他们 对对对 所以他都 而且他都很了解 然后 然后比如说 有个孩子的耳朵 有问题 他就一直追踪 说能不能把他治好 或什么 所以就是很认真 对 他通常也不太在乎 吃啊 或是住的品质 不会啊 像这次去 就是住在我们盖的 那个中继屋里面 吃就跟你们一起吃 吃都一起吃啊 对 全部都一起 就是很平民化就是 对对 太好了 好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要请教一下 就是说 在这个经济补景期的状况下 很多的机构在募款上 都很困难 但是感觉上 展望会就是一直很 不断的在成长 像G2030的人数越来越多 那大家对你们的关怀 跟投入也越来越多 那你要不要来谈一谈 就是说 对于这个 你们能够一直不断的 资助这些平民 平同 不管是台湾还是国外的 那你的感受是什么 还有就是说 你对那些深陷在那个 苦难中 或者是在穷困 失业的这些孩子们 你有什么话要说 我觉得就是在 不管景不景气 我觉得就是一个使命 我觉得那使命很重要 你有使命的话 你一定要看到 有一个未来 也就是要有愿景 那展望会很重视 我们的愿景 我们就是始终抱着一个希望 看见这些孩子有一天 他们都是影响 整个世界 整个社会的人 你们不能轻看 任何一个小孩子 这小孩子 他们长得很快 长得很快的啊 而且孩子在年幼的时候 他就其实 特别是经过一些苦难的孩子 其实他的生命特别的丰富 那我们觉得说 这个连结到社会上 愿意去帮助他的人 这件事情本身 他跟经济景不景气 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这样的工作 越不景气 其实越应该做 那我觉得反而这种祝福是大的 很多人他在 很不景气 对不对 没有薪水了 他说我 你能不能再给我 再给我几天的时间 我一定筹钱 我也要继续帮助他 我们其实很受感动 很受感动 对那 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其实很重视责心 就是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摊开来 我们一定让捐款的人 或资助的人 他们了解到 他们做的事情 到底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的参与度 越来越高 好 那在新的一年里面 早上会准备 有些什么新的推动的计划 我们大家可以参与的 比如说像儿童的 这个叫做什么 儿童健康立刻行动 儿童健康立刻行动 还有饥饿三十 饥饿三十 第21届饥饿三十了 我们今年会 要不要多讲一点 饥饿三十是持续性的 每年都有 当然我觉得饥饿三十 最重要的一个意义 是生命教育 我觉得做家长的 做老师 学校老师 校长 社会上面做领导的 做一些 做带头的人 其实要体认到 生命教育的重要 今天这个社会 企业责任 或者说是社会 就是社会企业家 满满兴起了 大家都是看见 一份责任 那你这个责任 责任如果没有 生命教育的意义的话 它是责任 就变成一种压力 没错 就变成是一种勉强 不需要嘛 其实这是一种 生命教育 那极二三十 就是这个主轴 我们是一直希望 带动年轻人 他们的参与 志工的参与 那这是极二三十的 重要的意义 那我们还是希望 那我们1月1号 其实21届 极二三十已经开跑了 开始了 对 它已经开始了 我们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儿童健康 全世界 每一天 其实每三秒钟 就会有一个孩子 因为你可以救活的原因而死亡 所以大家要关注这个事情 让大家知道 好 那最后一个短的问题 就是说 会长你在今年 给你们的同仁 一个什么目标 今年是什么年 大家要努力做什么事 或者是什么业绩的目标 或者是工作的目标 是 2010年 是21世纪的 第二个decade 第二个十年开始 我们有几个 非常重要的目标 第一 我们要成为一个 我们不但要做得多 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品质 我们要把我们做的事情的品质 看得出来 所以今年是你的品质年 要看得出来 要看得出来 对 第二个 就是我们希望 我们是一个信息的传递者 我们希望让这个社会 看见全世界 我们希望开一扇窗 我们让大家看见世界是怎么样 我们一直在做了 但是我们希望把这个扩大更大 因为我觉得 这个社会更多很可爱的年轻人 其实对于国际事务 对于NGO 对于做志工是越来越有热忱 我们要成为这样一个平台连接起来 太好了 我想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邀请到世界展望会的杜明翰会长 最后一个结论 其实也可以作为我们所有人努力的目标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作要有品质 那么今年是你们2010年的一个新的decade的开始 那第二个就是要为这个世界 为台湾开散世界的窗 让台湾的民众更能够了解 这个世界上在做什么 而且能够有所参与 因为我们都是在地球村里的一员 非常谢谢会长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很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您的收看 希望今天的收看对您有所启示 有所收获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